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應徒之業 我是阿欣 今天帶大家來看看位於十字門的中海環雨天下 它有新戶型加推 我們之前沒有拍過它最新的那期 今天帶大家來感受一下 Best 生日快樂 Best 生日快樂 Best 生日快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我们先看看我们的位置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是售楼布 我们这个楼盘来说是十字面最后一块住宅用地 跟着来说所有的风水都是非常之好的 背面呢 北面就是我们的章根山 最大的黑白面章根山 南面就是我们的海滨公园 情侣路我们平时呢 散步行街都非常之舒服 这个西側的话就是我们的马鲁州山体公园 跟着我们东面这个位置呢 一个条路之路就是我们的千翼配套 以这个珠海中心为首 这个就是我们珠海的地标来的 那它对面就是澳门的一个地标 南面的话就是IFC三个地标来说就是三百米以上 在国内来说非常之很健 那就是山械路之路 和广州珠关新城 需要这样的位置 我们这个就是珠海的十字面来说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位置就不可复制 首先来说位置是非常之好的 那另外来说你可以去看珠海中心 旁边这个就是我们的会展中心 会展中心它是代表一个珠海市的面貌 在会展中心旁边的房价来说 它的升值都非常之有保障 旁边这里就是我们的喜来登酒店 和瑞吉酒店五星级酒店 这里就是古之虚担中心 这里就是我们的大剧院 这个大剧院平时有亲戚朋友 或者和太太一起过来看 接着都是楼下五分钟就可以到 这里同时拥有我们最大一个华法商都 这个商都就是十字面商都来的 它被我们珠海华南平还要带回两拐 一期这里已经是开业了 已经投入使用有鲜不黑 和刊宝宏等等的品牌 接着二期和三期就是我们整个主缸道对面 在这个位置 到时整个主缸道都有商业中和体围 就是整个条路都包了这条路 接着这边的话我们在我们楼下南 东面这个位置都是我们临街的商铺 以后你住在楼上买个水果 买些其他东西都会比较方便些 我们这里也带买一个伊纸领尔中签 以后买东西都会比较方便些 大概这就是周边的配套 我们整个项目的配套来说 我大概和大家介绍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号地块是住宅家商业 我们去年开盘卖的是三号地块 即即即买即售清 现在没有货 现在卖的是四号地块 四号地块是六栋的高层 这个是两梯六湖 这边两梯五湖 现在卖的是三栋 这个单位是九十九方 三房两厅两华 整个园林是个景观 这两边是一百二十九四房 和单边的零二单位 这个位置是一百三十六四房 这两个会议主要是看整个 珠海中心和澳门一个景观 那我们回到这三栋楼 这三栋楼卖的单位 就前面两套八十六 一百零二和一百一十二三房两厅两位 我们现在的话全部都是带精装 实用率是去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 实用面积来说 所以是比较会实用一点 那看回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园林也是做得比较漂亮的 整个园林我们是去到九千米一个大园林 中间这里是个泳池 还有这个是小朋友玩的活动空间 我们整个一楼是一个阳光车厨 到时这个位置和对面是会有个五星级的入户大堂 那你通过大堂按了电梯就回到我们以后的小区 所以回到任意一栋 我们都会连接个风雨连冷 风雨连郎一个位置 回到自己的家 这个就大概是四号地块的介绍 五号地块主要是我们一个流氓来说的一个产品 我们现在卖的单位 这三栋就是我们的洋房134和141的小面积 这个就是耳排169 头牌218 169 218 这两个五号地块主要来说 是全部的外力 是用玻璃 玻璃墨枪去打造的 然后我们这里是做情侣老 四番六十度的斜角 这样它的面积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楼的一个视野和一个采光是非常之舒服 270度的一个景观 它打造成一个建筑面 跟着我们现在来说 是珠海218的景观 和这个位置来说的大型是非常之稀缺的 可以来说买一套少一套 还有拥有一个头牌的一线海景 这样的位置 价钱呢 均价呢 如果价钱来说 如果是头牌这个总价 大概就1300到1500万 这个是7500到8500总价 这边来说的话 就400到450 这边就507到600多 看回楼层高 楼层不同价格都不同 明白了解 到时是什么时候收楼 收楼大部分明年年底 有些是24年的 现在带大家看的这个是我们的超级大平层 218平的天幕资产 四房两厅三位的设计 进来看看 这个位置到时是我们的电梯厅 这里就是电梯 一出来是自己的私人空间 进来看看 我们这个戶型是一个大平层 享受型 连我们的入户大门也是这个子母门 一进来这边是鞋櫃位置 我们旁边还有一个更衣室 你好像冬天那样回来要换衣 外套衣 这边是一个更衣室 也可以当是储物间 集物房 一进来就已经有一种被人感觉 与众不同的感觉 我们由这边看起来 这个空间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光细分离卫生间 和一间客房 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装修品质 大家是可以感受到的 由卫生间都已经看到是比较豪华 这间房间的话有飘窗 放到米8以上的一个大床 就连客房其实它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其实我们这个戶型的话 除了是房间是比较舒适之外 我们的景观 对 景观很棒 你看看房间全部用的是落地的玻璃窗 来吧 睡醒的时候一拉开窗帘 阳光透过你的玻璃窗照射入 哇 这个环境也觉得很美好 大家一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厅位 这个饭厅够不够气派 好像欧洲的贵族 有没有那种看电视的感觉 我们除了是可以放这种长条型的大餐桌之外 其实放其他的这些餐桌都是够放的 因为空间很多 如果你不放这个那么长的 你看看我们这个位置看到的话 中间其实是可以放到我们的入户的装饰 就是那个屏风也好也好也好也是可以放得下的 你看看长条型的餐桌 放完之后我们整个客厅 它的一个宽度是6米4的 晋深有十多米的 是很阔的一个大厅来的 直接可以在这里打保龄球 摆很多张冰蚂球桌也可以 你看看还有我们很长的一个飘窗台 这些空间 厨房的话我们是半开房式厨房的一个设计 看到这些是我们的一个交流标准 我们储物的空间也很多 大家可能会疑惑冰箱的位置在哪里 你看看 你可以做一排的冰箱 那你就不怕没有冰箱位 还有烤箱焗炉这些全部都有 包括我们这些料理桌的话 你直接可以放咖啡机那些都ok 我们来看看 这里是一个洗衣房 富人的生活总是与众不同的 露台它封了窗 就做了一个洗衣房 可以晾衣 到时打开窗口直接通风 你看整个屋里面 它采用了很多大玻璃窗的设计 采光会比较好 通风效果也比较好 这个客厅放了这些组合型的沙发 还有很多空间 我想这种大平层很适合做 试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这个无主灯设计 好 那它的光度都可以 是啊 你想想 到时这个背景场 它就不放电视 放这种大大的投影 或者这种幕布的电视 整个屋里面 不设这些比较大的吊灯 就是做了无主灯设计 这样的一个厅位 哇 想想也觉得很舒适 这里就是我们的露台 露台后期也是这种大的玻璃窗 整个空间其实是很舒适的 包括连这个位置也有 到时这里你推开它 你可以把这个拆走也可以 整个封锁窗后拆走它 我觉得客厅就更加大 更加阔落 你看看我这个角度看过去 整个厅位 超级大平致 很舒适 这个是218平方的固形来说 整体的厅位已经是佔了一大部分 如果是喜欢家里活动空间多的朋友 就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固形 有很多的大平致 比如我们之前也录过 房间和厅差不多的面积 就是平摊了 很少在公共区间有这么大的一个享受 但是我们的房间也是不差的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是一间套房来的 可以作为长者房 那些房间的大小就不会特别大 它全部注重厅位 对了 大家的设计理念不一样 这间是主人房 哇 我超喜欢他这张床 一看就很远 放到你两米的一个大床 放下来也没问题 整个屋里面的空间 是很宽阔的 它还带有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很棒 先进去看看 哇 设计又特别 怎样 这个窗里面很棒 它是分区的 你看它连我们的这个 洗手台也是用了两个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马桶区 这边是林浴区 这边就是浴缸 哇 享受 但是它这个镜对我这个身高的人来说 我不太友好 应该放低一点 这个就是218平方的大平层 它的总价大概是1300万起 除了这个户型之外 我们也有相对来说 价格比较亲民一点的户型 例如是三房的一个单位 我们现在带大家掃镜了解其他单位 我们下期再见 关于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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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的就叫我们下期见 拜拜